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徐凤年出马 徐龙相没有任何抗拒 王府更没有拖泥带水 由义子齐当国领头 四十位精锐铁骑护送 暗中还有数位北梁王府豢养的能人意识盯着 再加上一位龙虎山天师 想来也没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 离别在即 世子徐凤年站在弟弟面前轻声说 少皇们 以后哥可没办法帮你擦口水了 但哥答应你 还会接着帮你找天下第一美女做婆娘 他不愿意绑也绑进洞房 被老天爷眷顾了的龙相之力的少年痴本 心笑不开 却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感情 相反 某方面格外的强烈 比如对待这世上除了娘以后 第二个会替他擦口水的哥哥的浓重依赖 十四岁那年 徐凤年闯下颇天大祸 一向对子女不打不骂的大祝国 差点拿出铁鞭朝最心疼的儿子身上砸下去 无人敢劝 无人敢拦 是傻黄蛮死死户在哥哥身前寸步不让 徐凤年红了眼睛 转头对老道士一字一眼地说 赵牛鼻子 我说过 别让谁欺负黄蛮 我徐凤年虽是个无良顽固 首富其之力 但后果怎样 你应该明白 老道士善善一笑 苦笑着点了点头 队伍逐渐远行 徐凤年和父亲徐霄都没有一路送行出城 徐凤年找到站在玉石狮子旁的老黄 他轻笑道 今天没喝酒的心情漏 晚些时候 老婆笑得很淳朴很灿烂 一张老脸呢 像只有出了远门 到了荒郊才能瞅间的大片芦苇丛 可能谈不上疑你或者状况 却有着自己的情怀 如意谈在尘封许多许多年的老酒 却说龙门客栈来了位绝代风华的美人 成了这两日灵州城仅次于世子殿下游历归来的重大消息 前去猎奇的人差点踏破了客栈门槛 生意火爆啊 每当那位果然绝色的美人出房进餐就食 更是挤满了一堵风光的浪荡子 一开始只是年轻顽固参与其中 后来上了岁数在床铺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山谷 也来欣赏美色 一掷大叹羞涩可参啊 好事者都说呀 这位姑娘比灵州头号花魁鱼又微鱼娘子还要动人几分 一些个走出过灵州见过世面的老爷 也都说这辈子没见过如此娇艳的女子 更有才子砸下重心 挤破脑袋进了客栈站去好位置 米口酒怀着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念头 在桌上摊开宣旨临摹作画 那位来自外地的美人不动声色 将所有人视若无误 喝只喝灵州最好的陈年花雕 进食则细嚼蔓延 但不如小家碧玉那般扭捏含蓄 别有风情 只是桌上啊搁着两柄长短不一的刀 让不少心怀不轨的登徒子知难而退 哪有梁家闺女单独出门并且配刀的 而且还是两把呀 越是娇艳出奇的花朵 越不好容易采摘 这是身为高粱子弟必须要的觉悟 也是常年为恶乡里琢磨出来的智力啊 就像那北梁王府上的两位郡主 谁敢多瞧一眼 不怕被弯出眼珠子来呀 灵州顽固扳头徐世子早就说过了 大家一起出来混顽固这一行没老百姓想的那么容易 也讲究鼠动舌路的规矩和门路 得对得起肩膀上那颗脑袋 脑袋不是用来拉屎的 屁股才是人 所以灵州顽固走出去临近周郡 尤其自豪 那瞧不起当地的富家官宦子弟 总是喜欢自夸 有家事有银子 还他娘有头脑 既然世子殿下回城了 那美人县世 世子殿下的风姿身影还会圆吗 答案跟预料的呀 有些出入 可恨可敬的世子殿下 这次才点比众人想象中要晚了三天 但终归是来了 他一出现 所有人都自觉的离开客栈 废话 跟世子殿下抢姑娘抢花魁 哪个家伙没付出过血的代价呀 隔壁灯州的唐公子 构家是身后吧 光有个正三品的老爹不说 朝中还有个从二品光露大夫的爷爷 不自量力跟咱们世子殿下抢鱼花魁 这不就断了条胳膊回灯州 事后听说 当灯州牧的老爹还亲自登门谢罪 结果王府大门都没让进 世子殿下发话了 就一个字 滚 客栈一下子空荡荡 外头门可罗雀 但掌柜的还是对着产媒笑脸 双手奉上珍藏多年的最好花雕 说是斗胆给世子殿下接风洗尘 亲爹呀 以往喝酒从不给半门前的世子殿下转性了 一下子打赏了一张五千两的银票 掌柜的一溜烟躲在柜台后边 双手颤抖着捧着银票 他绝不担心世子殿下 只是在美人面前装豪爽 因为出了世子口袋的银子 还真没听说要回去一分一毫的 绝对是覆水不收的王家气派 大体来说 灵州城清居世子殿下半点不假 可无法无天闹通了这么多年 没谁要死要活 闹上吊跳河的 例如那些个有幸被请进北梁王府的小娘子 事后都说 只是与世子殿下赏景一番 留下了肚兜之类的贴身物 最多揉捏一下 并没有被迫做那云语之事 起先无人相信 后来有几位貌美厨子出府以后验身 才知道所言不假 这使得某些性质放浪的女子都暗暗脑恨 为何世子殿下不将自己掳进王府啊 是自己姿色不够吗 徐凤年坐在白货脸对面 亲自起封了花雕 酒香瞬间弥漫 自作多情地端了一碗过去 没接 徐凤年放下之后哑然失笑 放心啊 我是做过下蒙汉药的勾当 但知道你是那里身后的高手 就不自取其辱了 往常可能要试一试 我今儿只带了老黄 还怕你拿秀东和春雷敲我脑袋呢 再说了 我又没断秀之痞龙阳之号 你怕个屁啊 啊 难不成担心我夺你那两柄刀啊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白狐脸微微一笑 终于拿起酒碗轻轻喝了一口 仅仅是这几个再普通不过的细微动作 差点就让月美无数的徐凤年晃了眼呢 恨不得垂胸顿足问苍天 为啥这样的美人是男子啊 白狐脸的声音软诺悦耳 能把摩门宝典吞金宝露随手送人的 的确不像是会垂涎秀东春雷二刀的人 徐凤年补充道 不是不像 是不是 从偶尔相逢到勉强相识的一路五个月时间里 白狐脸其实一直吸烟如金 直比哑巴好生一些 不像今天呢 这么愿意搭话 记得那时张嘴第一句话便是晴天霹雳 我是男儿身 起先徐凤年不信 但相处久了 花丛老手的世子殿下 不得不信了这个 因为白狐脸话虽不多 但习惯言出必行 例如杀那捷径的匪人 说全杀了 绝不剩下一个半死的 说得了秘籍要护送徐凤年进灵州城 即便他完全可以反悔 一走了之 但仍然跟到了灵州 再就是白狐脸给人的感觉呀 的确不是个娘们 喝酒跟喝水一般 杀人如实草芥 徐凤年相信直觉 最先实在受不了白狐脸那居高临下的眼神 信誓旦旦的说 老子是公子哥大顽固 不是你眼中的教化 白狐脸就清淡的回应了一句毛骨悚然的话 我不骗人 但也不喜欢别人骗我 你若骗我 我进了灵州 杀你之后将吞金宝露放在你尸体上 徐凤年一路都在想 这白狐脸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是漂亮到个没边的疯子 是个漂亮到没边 还武功深不可测 喜欢玩刀的疯子呀 关键他还是个男人 徐凤年心碎了 说好了要给傻门皇娶天下第一美女做媳妇 如果是个娘们多简单点事啊 到了他的地盘 就是天下十大高手也得乖乖留下 现在只希望啊 在弟弟下山之前 去会一会那江湖上传的有板有眼的消息 只求那四个号称天下四大美女的姐姐们 不要愧对名号 给弟弟一个 自己留两个 剩下一个就让诺大的江湖去争强好了 白狐脸一手端碗 一手摩缩着一柄绣东刀 刀是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中公认的九短之手 习剑的比较聪明 懒得争什么九短之手 直接啊给自己套了一个冰中之黄的名头 绣东刀长三尺二寸 饼长两寸半 精美绝伦 相较造型普拙的春雷 要更美观好看 很符合世子殿下的审美 他在灵州出行的时候 就喜欢去武库挑把顺眼好看的配件悬在腰间 对于绣东刀 他估摸着重量大概得两斤左右 但白狐脸某次心情好的时候 透露绣东刀啊 重十斤九两 徐凤年没啥大优点 出身北梁王府 小时候天天在武库听朝廷中 爬上爬下 就是见过世面 一下子就信了 至于啊 狭窄短小的春雷刀 从未出鞘 白狐脸也从未言语提及 对徐凤年来说 是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徐凤年举起杯来 我敬你 白狐脸不亦察觉的撇头 角度十分轻微 但徐凤年知道 这表示白狐脸在询问 于是他笑着回答 不是谢你送我回灵州 这不是恩情 半步吞金宝露送你 两清了 但你让我确定 这世上确实有单枪匹马 新翻百人汉匪的高手 否则我这三年苦日子 真白熬了 白狐脸继续保持那个角度 几乎能够过目不忘的 徐凤年是个不笨的人 再度主动解释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得告诉你 王府里肯定有像你这样的高手 而且注定不止一个两个 但从来没人在我面前 露上几手 大概是徐霄叮嘱过吧 这就导致我以前一直怀疑 飞檐走逼踏雪无痕 是不是江湖人士的吹牛皮呀 白狐脸低头喝了口酒 徐凤年微笑着说 说吧 等我来找你 想让我做什么呀 被他戏谑称作 天下第一美人的白狐脸 破天荒露出一个笑容 很符合他风格的开门见山道 我想进入廷朝廷 跃进天下半数的武学秘点 徐凤年错愕道 不是你要做什么呀 学武不枯燥无趣吗 我当年就是死活不肯学武啊 东练三九下练三福 说不定一声都没得喘息偷闲 哪有做优手好闲的 顽固来的舒坦呢 白狐脸的嘴角微微翘起 不发一语 显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徐凤年皱着眉 不是就为了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白狐脸望向横在桌上的春雷刀轻轻摇头 徐凤年追问道 难不成跟人抢女人 暂时抢不过 就想变得厉害点 白狐脸眼神古怪的撇了一眼徐凤年 就跟看白痴一般 徐凤年没辙了 干脆闭嘴喝闷酒 没忘让掌柜给随行的老黄 问了两壶最好最贵的黄酒 老黄姓黄也只爱喝黄酒 怪人怪脾气 跟白狐脸啊一个死德行 可老黄咋就不跟白狐脸一样是高手来 一想到这个 徐凤年就更大口喝酒了 白狐脸缓缓开口说 我想杀四个人 徐凤年愣了一下 不是以你的超绝身手都很难吗 白狐脸的眼神又古怪了 徐凤年立刻知道自己又白痴了 他自嘲道 好吧 那他们就是天下十大高手了 白狐脸望向窗外 神情默默 一如清秋时节 趁景 差不离了 两位十一品高手 就是你嘴里的十大高手 还有两位大概还要厉害一些 但四人中半数都不是你们黎阳王朝的人 徐凤年一拍大腿 白狐脸 你牛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好汉 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徐凤年心想不妙 但听到白狐脸绰号的美人 只是微微一笑 似乎不讨厌 还觉得有趣 徐凤年试探性的问 听朝廷可不是想尽就尽的 自我记事起 几乎每年就有所谓的江湖好汉飞蛾扑火 然后被抛尸荒野 我都亲眼看你过几次 那死相老惨了 但我可以答应你先进王府 你可以看完一本 我就去帮你拿第二本 直到你看完 如果 我说如果徐霄答应 你可以直接呆在听朝廷 前提是 你不讨厌那几位行尸走肉一样的守格奴 他们可没我如此英俊风趣啊 白狐脸狭长桃花眸流露出异彩 直直望向徐凤年不言而喻 那一次是徐教花提条件吧 徐凤年忐忑的说 就一个条件 你告诉你那名字 白狐脸歪着脑袋响了响 他轻声说 南宫溥叶 请不吝点赞 osó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